伴旋長 身著海青來到佛前置心發願 佛光山板橋講堂首次辦禮 甘露灌頂三規五屆典禮 慧及北北基以及中家等地區信眾 由佛光山住持行寶和尚主法 經營近五百人 皈依受見 透過佛教的慈悲與智慧 讓他們在身心上可以有所依靠 有所皈依 可以說找到自己的法身慧命 由青年擔任班首代表上香 象征人間佛教已向下傳承年輕世代 此次由不少青年以及佛光家庭參與 發心皈依佛門成為正式佛弟子 之前我也參加過短期出家 七天的短期出家 那也擔任過沙蜜首 我們會把三好以及四給 還有五屆的生活落實於生活中 我的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媳婦 還有一個孫女今天來受五屆 還有三個是歸一的 就是我的媳婦我的兩個孫子 讓他們熏許火火 能夠以三好的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落實在我們的生活 以五屆來作為我們家庭的經營管理 也能夠以五屆呢 希望能夠清淨我們的身心靈 受戒以戒為師 學戒向佛學習 持戒身心清淨 免利大眾成為佛子後 也要不忘初心 持續修持 累積福德資良 而五屆更是與三好相呼應 事先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作為一個人間菩薩 明天新聞無心傳 新北市採訪報導